饥饿的巨龙从湖底冲了出来 张开大嘴就开始吞噬夜宵 原来泰迪为了保护村民 这才唤醒了沉睡的巨龙 然而巨龙的突然出手 彻底激怒了山洞里的夜宵 他们风一般的朝村民扑了过来 然而村民们却并不惊慌 因为夜宵最怕的就是火焰 而且他们豢养了麒麟神兽 也能够吞吃大量的夜宵 为了防止夜宵王爷出来参战 村长让泰迪堵住山洞的出口 然而等到泰迪驾驶着巨龙 来到夜宵一族山洞出口的时候 却看到父亲已经被迷惑着 开始解除夜宵王身上的封印 泰迪见此赶紧阻止父亲 而被丢在一旁的巨龙 被愤怒的夜宵围着着眼珠子 小女孩看到后立马投掷出飞刀 扎死了这几只凶残的夜宵 就在他们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夜宵王终于挣脱了体内子